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SnowPo 現在來教各位如何幫你的吉他調音 調音是很容易被吉他手忽略的一個環節 有吉他手跟我說 調音就是把每根弦的音都調到中間就好啦 什麼是調到中間 或者吉他手在演出現場的時候 吉他從琴代拿出來就準備要上台表演了 小細節沒有注意到的演出品質下 練習的品質不會很好 身為一個吉他手,如果你不在乎調音 反正調音很重要啦 請馬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開始來講調音了 這支影片會告訴你,在調音之前 你就應該要會些什麼 還有三種主要的調音方式 以及器材的簡介 以及一些讓你調音更精準的小訣竅 還有疑難雜症的解決 以及最正確的調音觀念 現在你的手上應該有一把吉他了 今天的課你用電吉他或木吉他都可以 你可以用各種調音器 基本上我把調音器分成兩個大類 一種是內建麥克風來收音 另一種是他會分析你的樂器發出的訊號 來進行調音 而內建麥克風的調音器 適合在安靜的空間裡面使用 如果在調音的時候 旁邊有人在聽音樂 或者是你在音樂季後台在調音 前台有人在表演 後台調音的人幾乎沒有辦法用這種 內建麥克風的調音器來調音 外在的干擾的聲音實在太多了 手機下載的應用程式 大部分都是這一個類型的調音器 從畫面上你會注意到 我講話的聲音也會干擾到調音器 所以這種內建麥克風的調音器 是很容易受到干擾的 分析樂器訊號的背又分成兩種 夾式調音器跟接導線的調音器 這類的調音器 比較不受吵雜的環境影響 夾式調音器 像這個東西 可以直接夾在你的琴頭上面 它會感應你琴體的震動 根據這種震動來調音 有些琴是可以接到可以接導線的調音器 可以直接把訊號進入你的調音器去做調音 如果你有演出或常常帶著吉他跑來跑去的需求 夾式調音器是我比較推薦的選擇 對於各種吉他都適用 現在要用夾式的調音器 以及手機應用程式裡的調音器來做示範 請先去下載一個應用程式 在準備調音器的同時 我來複習一下 調音之前你應該要知道的一些知識 首先是跟音名有關的知識 在調音器上面都是用音名來顯示的 這個部分的知識如果有一點缺乏的話 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六條吉他弦 它的開放弦的音名 從第六弦的音名 依序到第一弦是 E A D G B E 現在我先用吉他的第六弦來做示範 波動第六弦 看調音器顯示的音高 與標準音比起來是偏低還是偏高 夾式調音器使用的時候 直接夾在吉他上面 通常是夾在琴頭 當你波動琴弦的時候 調音器會感應到琴聲的震動 根據這個震動來調音 現在我要調第六弦 第六弦的標準音是E 現在螢幕上面顯示的是降E 所以這個音偏低了 調音的方法是 我先撥動第六弦 第六弦會震動一段時間 在這個音消失之前 我可以轉動我的弦鈕 可以聽到音準的變化 再一次 各位會看到 指針往高音的地方去移動 現在還是降E 已經變成E了 但是指針在左邊 是偏低的E 我一邊轉動旋鈕 稍微過頭了 再降低一些 這樣就是準了 現在示範聲音過高的狀況 現在出現的這個音是F 代表它離標準音E高了一些 所以我撥動第六弦 所以我撥動第六弦 然後開始轉動弦鈕 如果你發現指針這樣移動就是 音越來越高了 這跟我們要的方向不一樣 這跟我們要的方向不一樣 好 這樣可以了 現在我由偏高的位置 趨近這個標準音 這樣可以了 但是可以的話 我會再先調低一些 可以 再由D的方向 趨近於這個標準音 這樣聲音會比較穩定 現在影片中我用的這個是Panel Tuner 我用這個應用程式的原因是 它是免費的 而且它在安卓跟iOS的系統裡面都可以使用 調音的時候 把它盡可能的靠近你的吉他 現在我來彈吉他的第六弦 這個音應該是E 綠色的那個區塊 如果對到中間 紅色的指針對到中間的圓點 是最準的狀態 我現在要示範一次 音太低的話 像現在就是音介於降E跟E之間 這個調音器的介面很清楚 很適合初學者使用 現在我來慢慢把音 一邊剝弦 左手一邊轉旋鈕 把音調高 趨近於E 之後看上面這個微調的區塊 變成綠色 應該意思就是準的 但是我想調的更準 好 這樣就是準的了 這樣是音太高了 所以我要一邊剝弦 在弦震動的時候 左手轉動我第六弦的弦鈕 把音變低 這樣可以了 這樣算準了 前面用第六弦來做示範之後 你現在是不是有一些概念了 我要加快腳步 把六條吉他弦都調到正確的音準 E5弦 這個音是A 現在是準的 下一根弦是D 很準 再來是G 再來是G 也可以 在G的下面有一小排數字 就是這個音的頻率 第二弦是B 好像偏低了一點點 第一弦 E 這樣算是還可以的調音 但是吉他的調音旋鈕有品質高低的分別 有一些旋鈕不夠穩定 當你吉他的音從偏高的音降下來降到標準音之後 可能因為調音旋鈕的不穩定容易鬆動 音會跑掉 可以的話 我會調低一點 再轉回來 這是我的調音習慣 也建議各位這麼做 會了這招以後 就是比較精明比較厲害一點的調音了 等一下會教各位更進階的調音觀念 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音準偏離標準音比較多的時候 假設你在調音器上看到G這個音 它有可能是比目標音1這個音還要高的G 或者是比E這個音還要低的G 你要先搞清楚才能夠調音 不然你永遠調不到你要的標準音 甚至因為把弦繃得太緊而斷掉 如果你在聽力上面沒有辦法判斷的話 音高差距太大的時候 有一種對應的方式 有一些調音器上面顯示的音名旁邊 還會有一個數字 例如E2 E3 E4 E5 這個數字指的是在88鍵的鋼琴鍵盤上面 由低音算起來的8度 例如說E2 就代表第二個8度裡面的那個E G2 就代表第二個8度裡面的G 在鍵盤上 通常由C來當成一個8度的開始 第六弦的這個E 它的標準音應該是E2 如果你在調音器上面寫的是G2的話 代表這個G是在比E還要高音的那個G了 如果上面看到的G是G1 就代表這個G是比E2還要低音的那個G 所以 當你看到調音器上面顯示G2的時候 而你想要調到E2 你應該要把你的吉他弦越放越鬆 當你看到你的調音器上面顯示的是G1的時候 依照判斷這個音是比你想要的目標音E2還要來的低 所以你要把你的吉他弦越調越緊 用這種方式來顯示其他六條弦的音名 由低到高應該是E2 A2 D3 G3 還有B3 還有E4 當你的調音器所顯示的音名 離你的吉他的標準音有相當大的差距的時候 除了前面說的那種方法 有另一種方法可以用 有些調音器的功能除了顯示音名之外 還能夠顯示這個音的頻率 頻率的單位是Hz 英文的寫法是一個大寫的H 再小寫的Z 這個頻率的數字越大 也代表音越高 第六弦的頻率 大約在82點 第五弦的頻率 A 大約是110Hz 第四弦D的頻率 第四弦D的頻率大概是146點多 可能點8吧 會差一點點 第三弦G這個音的頻率是196 第二弦B這個音的頻率大約是 247 降低一點 第一弦的頻率 329點6 差一點點 可以接受 接下來我用另一種調音器 這個調音器我也蠻喜歡的 現在畫面上你會直接看到 它已經有把六條弦的開放弦的音名寫在上面了 有E2 A2 像我說過的 D3 G3 B3 E4 它已經偵測到我講話的聲音了 其實是可以用來對照一下你唱的音準不準 好現在是E E2 這個E2已經算準了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E2下面有一個Sent 跑來跑去 因為吉他的音其實是快速的晃動 會在一個小範圍裡面 所以它沒有辦法真正很穩定的 維持在一個固定的頻率 A 這樣其實大概都是準 D G B E 它有另外一個調音的狀態 12平均率 看到底下那個像心電圖一樣的 其實它現在 你會發現它的音準一直在飄 目前看起來是偏低 兩三個Sent 聲音飄來飄去 這樣的調音的功能已經太敏感了 其實 真正要調到狠準會讓你非常的困擾 好 暴走好玩的心態可以玩玩看 但說真的如果你可以 常常把音調到這麼準 你演奏出來的聲音真的會比較好聽 這個機偏高了一點點 可以了 接下來是B 也是準的 E 這也是準的 這兩款都是我覺得蠻好用的調音器 前面那一款比較適合初學者使用 如果前面講的你都已經會了 接下來我要講一些進階的注意事項 如果你的吉他換了新的吉他弦 在彈奏的時候會特別容易走音 處理的方法就是更密集的調音 或者是把吉他的弦拉一下 像是這樣 這樣吉他弦會比較快進入穩定的階段 但是運氣不好的話 有可能會把吉他弦拉斷 另外當你從第六弦到第一弦把每根弦都調好了以後 記得再重新回到第六弦 確認一次每根弦的音高 因為六根弦之間的張力強弱會互相影響 由於吉他的材質主要是木頭 所以他對濕度非常的敏感 當空氣中的水分增加的時候 木頭會稍微的膨脹 所以吉他的弦會被崩得比較緊 音高也會稍微偏高一點 反過來特別乾燥的時候 木頭會稍微的收縮 所以吉他弦會比標準音稍微的鬆一點點 所以當你到一個新環境演出的時候 記得要提前把你的吉他拿出來 在那個環境的溫度濕度下 讓吉他適應一下 然後再進行調音 這時候你的吉他的音準會比較穩定 特別上台前一定要再調音一次 如果可以的話 在演出當中 歌跟歌之間的空檔 也要留意一下 你的吉他的音有沒有跑掉 前面已經介紹了 用調音器來調音 這是我認為最可靠的調音方法 現在要介紹另一種調音方式 這一類調音方式需要聽力來輔助 為了這種調音方式 我們需要一些器材來發出準確的音準 例如調音笛或者音差 使用方式是這樣 先用調音笛吹出聲音 然後記住這個音的音高 我手上這個就是調音笛 上面刻了一個A 代表它吹出來的這個音就是標準的A 要記住這個音高的方法 你可以用唱的去附送一支吹出來的那個音 把這個音記在你的腦子裡面 吹的這個音是A 它跟第五弦開放弦的標準音A 是一樣的音高 所以現在我要把第五弦的音調到這個音 過頭了 過頭了 在第六弦的第五格這個音跟第五弦的開放弦一樣是A 所以我把第五弦的音調整了之後 現在要把第六弦的第五格這個音調到跟第五弦的開放弦音是一樣的 當然我的吉他其實已經調整了 所以現在我要故意鬆開我的第六弦 聽一下第五弦的音 現在第六弦的第五格明顯的太低了 再一次喔 第五弦的標準音是 所以記住這個音 把第六弦 慢慢逼近這個標準音 剛剛已經把第五弦跟第六弦調過了 現在來調第四弦 第四弦跟第五弦之間音準的關係是這樣 第五弦的第五格這個音 跟第四弦的開放弦這個音 聽起來應該同樣是低 你應該要把第四弦的開放弦 調到跟第五弦的第五格是一樣的音高 接下來是第四弦跟第三弦之間的相對關係 第四弦的第五格跟第三弦的開放弦的音高 一樣是G這個音 所以你必須要把第三弦的開放弦 調到跟第四弦的第五格 聽起來是一樣高的音 再來是第二弦跟第三弦之間的相對關係 第二弦的開放弦跟第三弦的第四格 聽起來應該是一樣的音高 再來第一弦的開放弦跟第二弦的第五格 聽起來應該是一樣的音高 理論上這樣的調音方式是可以把其他的音調好的 但是人的聽力其實有誤差的範圍 真正聽到聲音把音準記住 然後在樂器上面精準還原這個能力並不容易 需要花很多的時間練習才能做到 我建議不要做這樣的練習來浪費生命 直接用調音器就好了 但有的時候手邊剛好沒有調音器 你可以借助這樣的器材 像調音笛或者是其他樂器 如果你旁邊有一個鋼琴 鋼琴的音又是準的 你可以參考這個鋼琴的音來彈 再來就算你能精準的把聽到的聲音還原到樂器上面 調音笛的聲音不一定是準的 當你用不同的力度來吹調音笛就會發出不一樣的音高 你吹的用力一點的時候音會稍微偏高一點點 如果你吹的太輕音會偏低一點點 好我現在用調音笛來吹吹看 調音笛上面標示的音是A 你會發現還蠻不準的 如果我吹的輕一點 用力一點的話 更用力的話 所以說調音笛真的是蠻不可靠的 當我在調音播吉他弦的時候 要注意播弦的力度 還有其他的參考音的來源 例如有些調音器上面 你能夠發出一個準確的音 不過你已經有調音器了 有何必要用這種方法來調咧 另一種就是絕對音感 有些有絕對音感的人 他不需要任何樂器的輔助 就可以在腦海中重現音準 或者是有些吉他手 對吉他六根弦的開放弦 有一個很清晰的印象 他會記得這六根弦開放弦的音 聽起來是什麼樣子 只要彈的夠久 很多吉他手都有這樣的能力 前面說了那麼多以後 會不會有一種情況 就是你手邊剛好沒有調音器 但是剛好有一把吉他 剛好你又沒有絕對音感 也沒有別的可以 發出參考音的工具 但是你又很想彈怎麼辦 還是有方法可以幫助你 我稱呼這種方式是 字體和諧的調音法 就是把六根弦調到彼此和諧的音 即使他們呈現的都不是標準音 但是由於六根弦彼此之間是和諧的 所以彈出來的音樂也沒有問題 方法跟剛剛用參考音的方式來調音很像 就是第六弦的第五格這個音 要跟第五弦的開放弦相同 第五弦的第五格跟第四弦的開放弦相同 第四弦的第五格調到跟第三弦的開放弦相同 第三弦的第四格調到跟第二弦的開放弦相同 第二弦的第五格調到跟第一弦的開放弦相同 這種把吉他的音調到相對的音正確就可以了 這種調法在早期的樂團裡面滿常用到的 甚至有時候整個樂團會根據其中一位樂手的樂器 來調整彼此之間的音高 所以有可能會整團的樂器都沒那麼精準 但是彼此之間是和諧的 接下來的調音方式是要說給更進階的吉他手聽的 吉他是一個音準不怎麼穩定的弦樂器 當你用不同的力度去播吉他弦 他發出來的音準會有細微的差異 例如第六弦我播的輕一點的話 當我播的用力一點 你會發現瞬間的音準會跑蠻多的 播的很輕 所以我們播弦的力度其實在相當的範圍內是會影響呈現出來的音準 我用另外一個軟體來試試看 一樣彈第六弦 相信你們已經注意到這個音準是很不穩定的 如果我彈用力一點 我們現在把這個特徵做更深入的應用 調音的時候你播弦的力道要盡量跟你彈奏時候的力道一樣 這樣調音出來的音準才會跟你彈奏時候的音準是一樣的 再來依照每個人的彈奏習慣不同 你不一定要百分之百依照調音器上面的指示 例如你很喜歡用力的彈奏你的第五弦跟第六弦 這樣會讓第五弦跟第六弦的音會瞬間稍微的飆高一點點 有這樣習慣的吉他手可以稍微的把第五弦或第六弦降低一個到兩個cent 所謂的cent是一種音高的單位一個cent就是百分之一的半音 同樣的道理如果你了解自己的演奏需求 你也可以在其他的弦上面用類似的方法做一點微調 但是如果你對自己的吉他聲音沒有什麼想法 你還是乖乖的照調音器的指示來調音就可以了 來說一下在初學的時候調音會遇到的困擾 第一種就是音名會亂跳 這種音名亂跳的情況是這樣的 看到螢幕上面的音明明是E為什麼一下子會跳成D或者是跳成F 這一種是相鄰的音名亂跳 例如說E的下一個音是F或者E的前一個音是D 有可能你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其他的音剛好介於A跟B之間 你會覺得你的調音器在這兩個音名之間跳來跳去 蠻讓人困惑的 另外一種是不相鄰的音名亂跳 不相鄰的音名亂跳 通常是因為你的吉他的其他的弦沒有悶住 所以當你播了某一根弦的時候 有其他的弦在跟著震動 所以你的調音器偵測到其他在震動的音頻 有時候他沒辦法判斷 會顯示出另外一根弦震動的音頻 解決的方法就是把其他的弦都悶住 然後只播動你要調音的那根弦 有的時候會是調音器沒有電的關係 當調音器的電池電力逐漸衰弱 它的靈敏度會降低 所以也會不容易偵測到你想要彈奏的那個音 最後提醒各位 每次彈吉他之前都要調音 因為吉他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樂器 即便是昨天彈完以後 你再調了一次音已經很準了 今天你在拿起吉他想要彈之前 你還是要調音一次 希望各位的吉他的音都調得很準 彈出來的音樂也非常好聽 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上我的網站找答案 謝謝各位 掰掰 再見 再見 再見